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斗技战场 好,第一场开始了,对手88级,战力11万7千 这个很难打,又是土酸奶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斗技战场这个土酸奶特别的多呀 多到受不了的感觉了 他这个安排的非常好 他这个战位,我觉得是最佳的战位 这样,就是蒂达罗行动之前有小鹰给解壮了 能保证蒂达罗的普攻或者熬矣 这是比较好的 很多人喜欢把小鹰站在这个蒂达罗后面 这个安排是不太好的 这样就很容易被人打败 这个二次处攻我也没有办法 这个我唯一寄希望的就是到了第二回合末的时候 可以控他的蒂达罗或者打断他的奥益 或者两个三雷的奥益可以把蒂达罗秒了 这个都有可能 但是有点困难 因为我就怕这个就是这个连击提前出 比如说提前这个连击就用完了不能定身了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那个泡泡糖的普攻是大概率造成状态 你看这就不好了 这就逼迫我现在就得戳上了 因为我之后戳也是没有什么意义 他貌似二号位还比我快 你看 我都摁出奥益了 他先丢出炸弹呢 那应该是他比我快了 然后下个回合我看我一下能把他蒂达罗秒了吗 如果我秒不了的话 就我就退了 没有什么好打的了 其实我也是运气不太好 如果我第一场上那个女王队的话 是不怕他 不怕他这个赌就难了 可能秒了他吗 哎呀没秒掉 那没希望了 那这二次不容易离开 我就没有人帮忙找到了 退吧 好第二场开始 看一下对手的阵容 对手只有七万多 不过还有绘土 二代的火影 真容不错 不过 这个是老师的分身吧 是不是仓庆老师的分身 好像是 他分身打是开自动的 果然 果然 果然是开自动 太多分身了 打不过来了 所以干脆开自动打得了 应该让老师看过来吧 老师看过来之后 就可以直接退了 直接退了就能够打了 他这个分身的实力还是不错 76级战力就这么高 忍者还这么好 我跟他战力差的太多了 他有点打不动 他不伤血了 踢这个会有二代一下 然后下个回合一个螺旋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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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分身多真的是很耗之间的 这这痛咋了 还有下个回合 还真有 还熬到这个螺旋纹 第三场开始 对手98级 战力7万多 为什么这位朋友没有直接退呢 退了吧 打中了我的疯狂 攻击力说实在还不错 打掉了百分之四十的护盾 还伤了一点血 徒书有霸体 那我就只能打自来野了 唯一一个有点燃的人种 就是自来野 打了自来野之后 就没有什么好防子了 这个自来野应该碰到刚手 应该直接退 打着都给踢死了 还暴击了 蜂蝶也好乱 这个土主够硬的 我这这通打都没打死他两个回合 不知道这个螺旋丸能带走土主吗 因为他有霸底 没报了没带走 你妈戳死他了 好第四场了 对手102级战力127000 这个确实战力比我高 但是这个阵容很尴尬 没有点燃的阵容 这个打这种有会神加血的这个钢手 确实是有点困难 确实挺痛的 刚好说表示我很会加血 算了我给他先奥义吧 如果他知难而退的也就算了 我给你先奥义 我先攻比你快我不打断你 发现打不死对方也就退了 我先放个奥义吧 你妈先放个奥义 哇他这个护盾我真厚啊 我连护盾都没打掉 好吧好吧 既然你想打的话那就打呗 可是我是不太怕 我先给你来一个罗俊蓝 这个没有追打的 所以我就打他前面的分身轮 这样能撞的许多一点 后手控他钉刺 因为下个回合他钉刺可以奥义的 后手控他下钉刺 下个回合钉刺就不能奥义了 这种状况还要坚持啊 真的是很厉害 有毅力啊 竹田奥义 没关系 雷主普攻之后 对他雷主后手控 这样在下回合雷主就不能动了 竹田你可以打三掌 给你打啊 你打你的婆婆 她的婆婆也会放奥义的 对方的这个基础攻防啊 暴击什么的都不错 能力啊 冰刺奥义 好的 冰刺奥义 打断冰刺 冰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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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样该退了吧 兄弟 这样还不退啊 我也是服了你啊 刚少真会下雪 真的 下雪有这么不要钱 真的还少 刚手一脚完 硬自蹬死 居然还没死 真够硬 我真的是宁死不屈 我也是服了 我真的很钦佩你 打到我手都痛了 你还没退 一套帘能带走的老师 地乎嘎老师 还没死 最后还是名妈一戳 跟上一局一样 还不是 太硬 好 第五场了 102级 战力128000 好吧 这个其实我先空比他高的 即便是他先空比我高 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先开一下这个节点 对方对方没有带护花使者的 这是个套路我也看不懂 有名妈和这个雨膏 其实带杀人风会更好一点 哎呀我这个奥义卡到下个回合去了 卡到下个回合 这不是摆明着被他打断吗 这个冰瓜的奥义太运转了 我看他是不是打断冰瓜 哎呀这本来是上个回合要放奥义 不许给解状呗 踢这个半奥义 这个也是看来也是一个铁了心 要顽抗到底 所以我就是如果大家带伴藏的话 一定要给伴藏配葫芦 就是然后配减伤的装备 要不然本身半奥是很容易被打死的 而且他会解状态是别人优先的这个打击对象 所以最好是配装备好一点 减伤和葫芦这些给他装上 再说那个葫芦可以加控制 他本身需要定身也需要控制 不然你追打出来 但是又控不了别人 这个对方也是郁闷到我 也是跟那个雷主一样 超级抗打 然后超级不退 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无限螺旋丸的模式 所以无限螺旋丸 所以肯定是可以赢的 他下一个回合肯定有余高奥义 打算他余高的奥义已经退了 我还没戳死了 太郁闷了 而且他还有一个残血的风骨的分身 还补不到风骨的刀 哎呀 真的 太太郁闷了 这种 让他 让他伴藏 不奥义 不过伴藏的血太低了 可以烧死了 哇 他的这个奥义 他这个伴藏忍住还是挺高的 龙妈是超级抗打的 这个普通版的这个龙妈我真有体会 虽然打断他的奥义 但是对他的伤害 好像很小 还是很强 好 这回是退了 谢谢啊 已经第六场了 看一下队友阵容95级 战力12万8千 这个是一个初天大解头的这个队伍 先攻比较快 没有影响了 来打吧 初天睡着了 但是被水主救回来了 好 好悲剧 被最后一颗榴弹击中 鸣妈打水主 只有一号位比我快 小男起飞吧 好 退了 不起飞了 好 这样虽然开局不利 但是凭借女王队的五连胜 完成了斗技战场 也谢谢大家的陪伴与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